金絲貓夜店幾近上千人 情報檢測破紀錄 原來是本市喬盛看大報 台東市台灣的這家夜店 因控告東歐國家男女舞者進出表演 聲明大噪 外界稱為金絲貓夜店 略者機能赤字喬運員 轉型流行夜店 經驗出示營運期間 請來三零白俄羅斯舞者 和肉胎舞一 上演三批閒事表演 請讓喬琳娜進入夜店五池 以搭增益 三月十日凌晨 台東市警局 在三十多名警員 監察前日時 都獲見千人聚集 警主委員來接受我們警方實施營檢 先把身份都準備好 接受我們南國人的安排 警方表示 營檢遇到這麼多人還是頭一次 原來夜市正會聘請 要求追手淡報 先來場越氣氛 聘請可以女生每次入場 幸運輕人來朝聖 有三名女粉絲表示 排隊排了三小時都還沒進去 賺到腳都痠了 而蛋把在警方排查過程中都未現身 警方花了比平常多兩倍的時間 備時三十分鐘足以採用身份 一採用完畢 5克用一段引進夜店 大鵬及許凱 然而法閨明定 在夜店進場融合元素 總共上限為三百零六人 畢者不超量化形成的入場 會將影檢、檢查畫面及數據 包含給相關單位採訪 一段認定超過法定流數 將至少兩萬至十萬人法還 各位新聞回報報 快速交給大家通知 vita